嗨,大家好,我是胡小小 一位在服装厂工作的姐姐说 这件马甲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内部的处理方法 贴边以及前片的挂面实在是太费时 也更加的费面料 希望我教大家还是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打扮 但我还是想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让大家学到更多更丰富的知识 我相信大家通过我今天的工艺制作 即使是小白也可以学会 我们现在开始工艺制作 先做厚片 讲一下厚片的整个工艺流程 首先我们收这个厚背绳 然后拼合厚中缝 再和裙摆进行缝合 在收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剪板的时候 一定将这个绳打好剪口 但是这个剪口不要打得太深 0.5左右就可以了 整个厚片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做前片 前片呢我们同样也是先收这个腰绳 收了之后和下面的一片进行拼合 两个前片我们就做好了 两个前片我们就做好了 接着呢我们去做厚片的里布 这个厚一片呢我们先缝合这个腰绳 然后再缝合啊这两片 缝合好了之后再与贴边进行拼合 最后呢与下面的这个一片进行拼合 前片里布缝制流程 先将这个地方收绳 收绳以后与下一片缝合 缝合之后再和画面进行缝合 现在吃到股票资料 就是这样的这些 再缝合之后再和调节 吃到股票到一片 吃到股票 都带了 快看 吃到股票 吃到股票 无偏 想 接着我们缝合这个面部的侧缝 左右两边的侧缝 里部的侧缝我们也是要缝合 但是呢两边有一个地方 我们要留一个反口 就是里部的反口 里部和面部都缝合 侧缝都缝合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将里部跟面部 整体进行缝合 包括这个前门巾 还有这个绣笼 这个地方 以及这个下白 我们都将它进行缝合 但是这个地方不缝 这个尖缝这里是留出来不缝的 可以看到这个里部 这个侧缝这个地方 我留了一个反口的 等一下我们都要从这个里面 将它翻过来的 这个缝合好了以后 翻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沿着这个边边 给它压一条线 就是从这个洞里面 给它翻出来我们去压一条线 压个线 就是把缝份和里部的这个边边这里 给它都要压一圈 整个全部都要压 最主要是这个底下啊 底下也要给它压 在底下压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把外面的面部 多出去一个0.1 0.2的样子 这样子里部才不会掉出来 这个里面的这个压边 我们全部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剩最后一步啊 就是缝合的最后一步 从这个洞这个地方 给它翻进去之后 把这个这个尖缝啊 给它这样缝合了 左右两个尖缝 一缝合整个衣服啊 整体上就差不多了 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口子给它缝上 然后后呢就是锁这个扣盐 装上扣子 这个衣服就完成了 整件衣服呢 我们就做好了 我没有做双排扣啊 我准备这里去吸一个比较 那个宽的腰带 底下呢配裤子或者配裙子 现在呢我还没有想好 明天再来考虑 我要去做一个云尾裙 搭配着或者是 做一条裤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一款小马甲是不是爱了呢 那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小勺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十一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让我们穿上美美的衣服 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 喜欢小勺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关注 加转发 下一个作品 小勺会出更加让你喜欢的皮肤